台北市长蒋万安这天公开表扬内科企业鸿铭建设的董事长陈启宏 响应是否推动内科绿运输ESG的推广计划 在内湖区瑞光路316项真正U-bike站与U-bike脚踏车 希望未来各界能够共襄盛举共同响应打造台北市绿运输低碳城市交通环境 台北市长蒋万安今日公开表扬内科企业鸿铭建设董事长陈启宏 响应是否推动内科绿运输ESG推广计划 于内湖区捐赠U-bike站与U-bike脚踏车 蒋万安表示特别感谢陈启宏董事长与李明贤议员响应政府的政策协助这次的捐赠 还有内科协会与市政府合作的ESG计划 让企业与政府一起改善台北市的交通 蒋万安说明台北市的交通一直是很重要的课题 打造绿运输的城市U-bike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未来也期望更多企业加入ESG推广计划 交通议题一直是施政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也是跟市民朋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我们一上任之后就希望能够改善台北市的交通 所以我们现在推动人本交通 以人为本 另一方面我们希望整体提升议运输的使用率 所以U-bike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我们也通过公司协力的方式 也谢谢企业愿意捐赠我们U-bike站 另一方面也非常感谢我们内科协会 跟我们市府合作推动内科交通运输结合ESG推广计划 红明建设董事长陈启宏表示 脚踏车对于我们的环境是相当有帮助且环保 为了打造绿运输 他先用抛砖引玉的方式 希望能带动其他企业响应加入 绿运输的合作 希望大家多多利用大众运输 打造低碳的交通环境 绿能的脚踏车来讲 对我们的环保是相当的有帮助的 那我个人是抛砖引玉的方式 来希望大家共襄盛举 希望大家多多利用大众运输来 让我们的环境能不受到污染 交通局的112年内科交通率运输结合ESG计划 计划辅导61家内科企业 为了减低内科的碳排放量 交通局在内科也增设一倍多的U-bike站 鼓励内科企业共襄盛举 体现社会ESG责任 记者尹佳兰台北采访报导